主要的就是儿子和儿媳妇居然觉得这个负担两千多块钱房贷是应该的 这个我特别特别不理解 哎呦为啥这你现在来我们爱的选择找老伴你儿子儿媳妇知道不 知道 那有没有考虑过说在找一个阿姨来到家里边之后 会家里边的构成会发生变化 然后以后可能钱不会完全给他们花了 你讨论过这个事吗 讨论过讨论过反正是可以 你要是找到那一半的话可以少交点 少交点怎么听得这么难受 少还点楼袋可以少还点 能少到多少 能少五百块钱 一千五百块钱 最少你交一千五个方的 我说这实话这是惯的 很老如虑 惯的 就是这个已经详细谈到非常细的一些 这个细节上的问题了 其实你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吗 真的是需要仪式感 如果没有这个仪式感的话 可能是也就不用过节了 不用过纪念日了 但是这个仪式感 你比如说结婚的时候 一定是应该量力而行的 如果要是真的能够因为相互之间的吸引 走在一起的话 就不要过度地去考虑财礼呀 家里面的这个能支付多少啊等等 其实如果要是有了攀比的心理 永远也比不完 运喝难甜啊 确实是 哎呀 咱们话回到现在啊 就未来我们男嘉宾找对象的话 咱也别说我们能收入多少钱了 反正就得把儿子那部分刨出去 剩下的才是你们未来老两口生活的钱 咱就得面对这个现实 是 我们阿姨还有什么要问我们叔叔的吗 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咱男嘉宾还有什么要问我们女嘉宾的吗 没啥问题 没有了 好嘞 来 二位请起 哎呀 天早就想发 都乐呵的 高兴点 活一天就高兴一点 余生过好 哎呀 太不容易了 叔叔 我觉得你这辈子啊 真的就是一直在为别人而活 对 您上来的时候 文文就说 这一辈子您很累 现在是好日子 该为自己活了 咱们绕了一圈之后 就发现你还是挺累 真累 我们真的是希望来赖的选择之后啊 您能够重新考虑的 不是说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是未来的日子应该怎么过 才更舒服 更适合您这把年纪 好不好 老辣可以自私一点 好不好 好 我们阿姨也是一样认真真的考虑 我们男嘉宾到底适不适合你 好 男嘉宾稍坐休息一会儿见 这边请 我们女嘉宾啊 接下来要选择第二位约会男嘉宾了 她会是谁呢 先进段广告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幽默男嘉宾帅气相亲 穿着打扮让台上台下 花赞连连 哎呀 咱男嘉宾这小格子衬衫穿的 太带派了 挺会打扮 男嘉宾与前妻分居两地多年 为何感情还是如交似稀 总共结婚多少年都分二 就是您认为两个人在一起 钱更重要还是陪伴更重要 陪伴重要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